小徐今年27岁 他说平时会定期来健身房 前段时间比较忙 大概停了一个月 八月初又来上私教课 当时来练了个腿 当天练完腿之后呢 教练说你这个拉伸的时候啊 腿有点拉不开 很僵硬 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当时的话 腿也很有点 有点武力 不太好走路 那天做了什么训练 那天主要是深蹲 想着平时练完腿 也会酸痛 加上一个月没来了 小徐就没有在意 可两天后他发现情况不对 出现尿血的症状 我当时就很害怕嘛 就是医院看了 去医院看了之后 医生说是恒温肌溶解 然后一定要住院 不然的话有可能危及到 生命安全 什么会导致这个恒温肌溶解 一般来说是过量运动 我怀疑是因为当时 可能健身的重量 有点比平时太大了一点 之前的话 最高单边达到过25公斤嘛 然后那次的话 教练把单边的重量 加到了30公斤 之前的最大重量 单边绝对不止25 他的训练强度 都是他的一个 可控范围之内的把握 并没有给他上的很强大 而且当天训练的状态 他也是OK的 那么如果当时 他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 或者不好的状态 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讲 我肯定会制止他 因教练表示 小徐从去年开始 就跟着自己锻炼 根据记录 之前小徐有大概半个月没来 8月初那次训练 小徐全程说状态可以 拉伸时 腿部肌肉僵硬 也是正常现象 对此 小徐回应 当天训练中 确实没有感觉什么异样 但后来就生病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花了大概6000块钱 他说 每次来健身 怎么锻炼 都是听教练的 现在出了这个问题 以后的课上不成了 希望健身房能够退款 并且赔偿医疗费 比如剧烈运动 包括吃小龙虾 你更甚至是说 天气比较热 什么都不做 它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 那么因为是 它是当天训练完之后 三天之后 在医院的这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住院的一个过程 第一 这个病因 我们要弄清楚 对吧 是不是有我们造成的 我说有我们造成的 我们肯定要这个是这个责任 我们肯定要承担的 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那我们你比如说 那由我们运动引起多少责任 我们肯定也要承担 我说你去 呃 去法院去起诉 我们到现在法院判决嘛 我们既然出现争议了 出现争议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解决争议的一个地方 小徐跟女朋友 在健身房 还有80节私教课 价值大概2万块钱 之前市场监管部门也介入过 但没有协商好 接下来小徐说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腰宝横剑记者报道